喂老師 林老師大家好 我是一百二十九 就是上一期的學員 那為什麼我今天又來 因為我弟弟我帶他來 那為什麼 一百二十九期來我現在又來 就是因為帶他來 那一百二十九期為什麼來 是我媽媽來 那為什麼會來 因為我媽都說他這裡痠那裡痛 那我就想說 他就有人介紹認識說 長生學 那我說好我們來試試看 試試看之後 上一期上了六天的課程之後 我們回家 他就練習自己靜坐 那就是哪裡不舒服 哪裡這樣子 之後他又覺得說他有改善 那我本身自己也覺得有 那在上一期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就想上來 然後我媽說就不讓我上來 我就說好那這次我一定要上來 這次是跟我弟弟 就說那你上來 分享一個 一個比較特別就是 上一次的課程是 魏老師上 這一次是林老師 那上一次魏老師有講到說 任何東西都能用長生學 那剛好上期上課的時候的 不知道是第幾天 我弟就說他的手機換掉了 我說是怎樣換掉 他說能打可是接不起來 對方沒聲音 打不出去就是壞了 那我說YouTube能看 他說可以 我說好了 可是現在的人很需要用到手機 他逼不得也就要送修 那我們就拿 我就拿一支去備的給他 就把他算下去送修 隔天要送修 我說你要不要讓我試試看 因為魏老師講過說 任何東西都可以 真的不管 我就這樣子摸著 然後他的手機就是這樣摸著 那大概搶劇甩就真的 也沒有很久 十幾分鐘 大概十五分鐘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再試試看 他說還是不行 我說好 那算了 不行就算了 我就 我就讓他買他的 我買我的 然後他就趕快去複製複製 什麼 一儲存一些資料 那我就說好 我客廳幫你送修 所以我到留間的時候去送修的時候 送到門市 我說我要送修 他說你要修怎麼樣 我說 就不能接 不能 都沒聲音 然後他說我馬上幫你試 我說好 結果試了 他說可以啊 我說那我想要怎麼辦 他說 現在就是可以用 我說好 那我回家 我就帶著那支手機又回家 跟我弟弟講說 可以用 那我說 那怎麼辦 他說就可以用 就不用修 我說這是常生學的 秘密的宇宙能力嗎 還是人樣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他真的就是好 雖然我的時間不是很長 十幾分鐘 那他的手機不用送修 也不用花了7天 14天 就在那邊等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我外婆 他是有假牙 就是裝假牙 那我 他住罐頭 我們住室流 那我媽媽就會去看他 他就說 就跟我媽講說 他牙齒可能假牙撞不下去 牙一定走 我說 那你我媽就說 那我幫你這樣子 鋪著 鋪著十幾分鐘 然後他說 我再去裝假牙 就裝得下去了 不能吃東西 結果我我媽走了之後晚上 我外婆就打架來說 我的假牙又裝不下去了 裝不下去了 又不能吃東西 那我就說 那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真的是距離有點遠 可能就是這樣子 他就說 很神奇 就這樣子撲著 然後他一下就能吃東西 就是裝得起來就可以吃東西 隔天我媽去的時候 他說 你幫我撲這裡 他說 我也要裝牙齒吃東西 所以我覺得說長生學真的很厲害 也很特別 他不管說 像貴老師講的說 植物動物 甚至連電子機器可能也可以 所以 這是讓我覺得蠻特別的地方 那身體上的部分 就是就是就是 大家分享了那麼多 所以我只在想就是這樣 你會特別給你電子機器 電子機器 好 所以其實你是上一期的學員 然後今天弟弟也有在現場 有 喔 弟弟也在現場 那弟弟你說他身體不好 他也不好 那本來我就是 我跟我媽就是上課 然後回去聊 我們這樣六七個了 我們一雙手沒辦法 掉那麼久 所以弟弟時間 學完之後 這樣有三個人 可以互相幫忙掉 然後我還有兩個人 我說要14歲 我說啊 現在才一個12 一個14歲 好 我覺得第14歲 把人家把他拎過來 自己學自己調 因為我真的 只有一雙手 沒有辦法調那麼多人 是 所以只能自己學自己調 所以慢慢的你發現說 一家人 一開始媽媽跟著你 我跟著他 我跟著他 當初媽媽怎麼會認識到上課 也是一個阿姨 我們有房東阿姨介紹的 他說 取這個很好 那我說 取這個很好 我說莫名其妙 再跟我再哭一哭就會好 那真是莫名其妙 所以一開始你也是包持著 翻譯翻譯 我是真的不信 然後他就說真的有效 我說好 那我說 我跟男太太 然後本來是要 128期要上課 然後那剛好停課就沒有 我就想說好 那就過了 然後129期有開課 那我就想說來 來的時候 我又忘記時間 報名時間過了 那個師兄公友 報名超過了 我說還可以報名嗎 他很好 他跟我講說可以 那樣的 我說好謝謝 所以你要說是原份 真的是原份 所以很幸運 認識會老師 尤其剛好就是在這個 全世界一起的時候 128期其實那時候就 聽課 對 所以我很幸運 129期來 我記得說我就是不認 可是我137跟他一起 又再來 再次復習 其實現場也有很多 曾經就是以前 初中級班的學員 也都是再來回來 然後繼續的 對 來復習 然後那你接下來就是 上完之後 你有沒有計畫 就是高級班 高級班 對啊 我的話會想 我弟也會想 我說好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上高級班 有辦 最主要是有辦 然後我說OK 可以啊 也是可以上高級班 還有多電話 你可以調 我說 這不可以 回家之後 未來就有那個家裡 那個 全部都改革 對那個 存摺 對 存摺 然後回去調一調 然後冰箱壞了 試試看 在他身上是真的有 我是真的有 然後他們都說 你有神經病 我說 隨便你覺得我怎樣 我覺得他是好的 就好 嗯 是自己覺得他 我覺得OK 那就OK 那別人的想法就是 他說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 這是很重要的 那你的心態是最重要的 是怎樣 嗯 好 再次謝謝你 謝謝我們師傅 謝謝我們師傅